拐个万 与生活和解 得失都随意 精神寄托可以是任何东西 唯独不可以试人 康特今天依然是在这里建房子 只有这个男孩在这里一起帮他 所以他的工作进度很缓慢 现在也可以看出来了 他买的这块地皮确实不大 因为他的资金有限 买了这里的地皮以后 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钱 可是他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他以前都是饱一顿鸡一顿 现在这个男孩一直跟在他身边 他总是要想办法照顾好他 不能让他跟着他饿肚子吧 大家都说 康克自己都没有能力养活自己 为什么还要养这个小男孩 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遗弃的 非常心疼他的遭遇 他们那里的福利院肯定不像我们这里条件好 可能这样把他带在身边他才放心 康特也没想以后的事情 他是走一步看一步 先把房子建好了以后再说 等他有时间了再去帮他找家人 老者真的为康特操碎了心 他今天又带了一些工具过来看他 没有这些推车他真的干活困难 老者过来以后看他进度这么慢也很担心 所以他二话没说就开始帮忙了 老者昨天去过阿祖法那里 也在那里帮忙了 而且他和阿祖法的哥哥相处得很愉快 这些事情他没有和康特提 他可能怕他心里不开心 觉得他和他哥哥走得太近了 其实老者是帮他说好话去了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阿祖法哥哥嫂子面前说康特的好话 还说他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 怎么相爱结婚的 总之老者的意思就是他们能结婚不容易 要是阿祖法要还生康特的气 让他的哥哥嫂嫂好好劝劝他 哥哥嫂嫂也了解老者的为人了 他们很相信他说的话 既然老人家说康特不错 他们也觉得妹妹应该给康特一个机会 下次等他过来的时候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他们两个男人之间也可以把误会说清楚 其实哥哥也知道的 康特就是不怎么相信他 当哥哥说让他留在那里和阿祖法生活的时候 就要和他反着来 其实这样子受折磨的还不是他自己 老者也希望康特冷静下来后能和哥哥和睦相处